百年修得同传度,千年修得共枕眠,能成为夫妻是缘分,是命运,温因中夫妻矛盾是必不可免的,然而无论如何,切记都不能用这些过激的话语去诋毁对方。 伤痕越大越深,伤疤就越是不容易复合,当初也盲取了你夫妻感情不好时,都像打了加强针一样,越看对方越不顺眼,在言语上也会变得越来越激进,这个时候想的都是怎么让自己解气,而不是考虑感情。 这样的情况下讲出口的话语,没有一句是可以入耳的,就如有人激动时说,当时也盲取了你,这样的话语,女人听到后绝对是伤心欲绝,自己是有多不堪,男人竟然说出这样伤人心的话语。 猪都美你胖有些夫妻,体重上比较胖,却不曾想到有一天却被别人拿去嫌弃,政治侮辱,当双方感情不和睦时,两人会想起什么说什么,有时也许并不想这样说,只是在意一时的输赢,而成口舌之快,说出让两人都尴尬和心痛的话语。 也许曾经还夸赞过你的胖是一种美,可今日却成了他口里面对付你的武器,伤人伤己最后两败俱伤,创造伤痕很容易,去掉疤痕却是个难题,难看到想哭男人和女人都在意容貌。 如果在矛盾时,有人对你说,难看到想哭,你是不是会被气到想哭?即使真的是容颜不美丽,也不应该用这样的词汇去诋毁对方。 曾经的那些美好,曾经的你明明不在意外貌,可是在这样的时候说出这样的话,无疑是在伤口上撒眼一般。 也许你会认为这只不过,是冲动时的一句气话,在听者耳里却会成为不可泯灭的心灵创伤。 被最亲近最爱的人这样攻击,内心是需要多么强大? 看见你就烦,看见你就烦。 我们希望是平时朋友间的嬉戏打闹时所说,而不是在夫妻双方处于不和睦时所讲,这一句话不同的场合会有不同的效果。 若是放在开玩笑的朋友间,反而会更增加双方的友谊。 若是放在夫妻间矛盾很严重时讲,绝对是在火上浇油,让事情越演越烈。 如果夫妻间到了看见就烦的地步,还谈和感情,这是一句让人感到心寒的话语。 所以,婚姻中,夫妻再不和睦也别用这些话诋毁对方,爱与不爱都不应该相互伤害。